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留下童前草 童前草很多家庭中都养药了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童前草 经过了一个冬天 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春天了 一定要继续给它把一些老叶片 给它进行修剪掉 如果这时候没有继续修剪掉的话 它是很难长出新叶片的 只要选对时间剪几刀 它就能够快速的生长出新叶片的了 甚至更加的茂盛 这种就是被出现了冻害了 像这种的话就是直接给它砍头 砍掉就可以了 我这盘就是半水半土给它栽种的 为了恐固它的生长 可以给它喂一点负荷肥 好了 大概就是一勺半左右就可以了 剪完 撕完肥之后就是把它放到一个 满进通风的位置就可以了 或者是放回原来的位置 让它慢慢的生长就可以了 希望你就很好地让它长出更多的新叶片 长得比较的茂盛的了 撕肥最好是先隔四十天吸一只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童前草修剪 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要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 谢谢 好